考古发觉经常会出现一些颠覆人类正常认知的东西 19世纪以前 希腊神话中那个众神的世界一直是被当作传说看待 但克里特岛上米诺斯米宫的出土却彻底打破了这一认知 这时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才愕然发现 原来希腊神话中的一部分描述竟然是真实存在的 这就好比是我国的考古学家 在某天发现了太上老君炼丹的都帅公遗址一样令人不可思议 米诺斯迷宫在希腊神话中是关押半人半牛怪物 米诺陶洛斯的地方 传说中这个怪物喜食同男同女 和西游记通天河中的灵感大王一个口味 很明显这种怪物传说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 但欧洲考古学家在对米诺斯迷宫进行长达数十年的发掘后 其核心区域出土的一些少年男女骨骸 却表明这事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难道米诺斯迷宫里真有米诺陶洛斯这种牛头人身的怪物存在 第一米诺斯迷宫 希腊神话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投影 米诺斯迷宫正式称为为克诺索斯宫 所在地克里特岛为希腊第一大岛 此岛位于地中海东部 面积超过8300平方公里 大约为海南岛的四分之一 此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据希腊本土所在地欧洲 近一百多公里 离非洲东北部的埃及也只有三百多公里 历史上一直是欧洲和非洲之间联系的桥梁 在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岛 由国王米诺斯统治 此人为众神之王宙斯和女神欧罗巴的私生子 传说中米诺斯国王的妻子帕西怀 与一头会喷火的魔牛 生下了半人半牛的怪物 米诺陶洛斯 米诺斯堂堂一国之君 却被一头牛带了绿帽 而且还被迫喜当天 自然是怒不可遏 为隐瞒此事真相 米诺斯特意修建了一所迷宫 来囚禁米诺陶洛斯 另一方面 他又强迫雅典人 每九年进攻七对童年童女 给他那个见不得人的儿子当食物 雅典人对此深恶痛绝 是要铲除米诺斯 和米诺陶洛斯这个吃人的恶兽 雅典国王爱琴 有个勇敢英俊的儿子 换作特修斯 见不得雅典人民受如此压迫 于是 他准备潜入克里特岛杀死怪物 临行前他告诉父亲爱琴 如果他成功了 返航时船上挂白番 如果他不幸丧命 船上就挂黑番 说完他就辞别老国王 孤身一人 深入虎穴 执行刺杀计划 英俊的王子刚到克里特岛 就被米诺斯的女儿 阿里阿德捏 深深爱上了 在公主的帮助下 特修斯成功杀死了怪物 米诺陶洛斯 在他返航时 由于太过兴奋 而忘记把黑番换成白番 老国王爱琴 每天都在岸边 等待他的爱子回家 远远看见返航船队上挂着黑番 便以为爱子 已丧生于怪物之口 老国王绝望之间 纵身跳入大海 不幸身亡 特修斯王子返回后得知真相 痛不欲生 为了纪念父亲 便将国王跳入的那片海 命名为爱琴海 从这个神话传说里 我们可以看到 无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情节 譬如 米诺斯国王妻子的背叛 私生子和怪兽 英俊王子与美丽公主的爱情等等 传说本来是传说 没人会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 直到1893年 英国考古学家阿瑟·艾文斯 在雅典古文市场 偶然得到了一些写着神秘文字的石块 在雅典古文市场 偶然得到了一些写着神秘文字的石块 才逐步揭开了米诺斯迷宫 这个隐藏在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真相 第二 米诺斯迷宫 传说竟然是现实 这种石头被爱琴海周边的希腊人称为奶石 巨人指点 奶石出产于克里特岛 艾文斯根据线索顺藤摸瓜 寻到克里特岛上的一座小山 而这个小山上不仅有更多的奶石 令他吃惊的是 这里似乎还隐藏着一个古代遗迹 艾文斯记住了这个地方 七年后的1900年 组织好资金和人手的他 再次来到这里 开始展开全面发掘 仅仅是初步发掘结果 便已让艾文斯感到震惊 这处遗迹是一个远古时期的宫殿群 当时初步判断 其存世时间约为公元前2000年 即距今4000年前 遗址占地约2.2万平米 共分上下五层 有1500多个房间 均有层层叠叠 蜿蜒曲折的廊道相连 结构之复杂 事所罕见 艾文斯随后发表考察报告 报告一出 整个欧洲都沸腾了 几乎所有欧洲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都开始研究同一个问题 这处4000年前的遗迹 究竟是属于哪个文明的 学者们根据出土宫殿上的壁画 和遗址中展现出的牛崇拜迹象 初步判断 这里也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 米诺斯米宫 当时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一出 立刻受到一些智学严谨的 历史学家的批驳 直到后来有学者 将此处与爱情海另一处 麦西尼遗址进行对比 发现二者之间体现出显著的文化传承关系 确立了这个在麦西尼文明之前出现的 克里特文明的历史地位 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出土的各种证据也从侧面表明 此处宫殿群正是河马史诗中 叙述的米诺斯迷宫 第三 牛头人生的米诺陶洛斯怪物是否真的存在 米诺斯迷宫既已现身 那另一个天大的遗团就摆在了考古学家们的眼前 传说中这个迷宫是专门修建来囚禁吃人怪物 米诺陶洛斯的 迷宫已有了食物 那传说中的牛头怪是否也是真有其事呢 如果此事为真 且发掘出怪物的一灵半爪 那简直就是考古学历史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考古学家们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发掘米诺斯迷宫遗址时 同时出土的200多根支离破碎的人骨 这些骨还经测定其主人均是10到15岁的少年 这证明了历史上的确有大批少年男女 在这个迷宫深处死去 而且死时身躯并不完整 而另一方面 上世纪50年代 迷宫出土的现形文字壁 也被英国天才的语言学家 迈克尔文特里斯所破译 现形文字壁的主要内容是 记录克里特人货物来往清单 其中明确记录有雅典进贡同男同女仪式 雅典送来一名妇女 七名少年已到达 由此可见 雅典进贡少年确有其事 而从迷宫中发现的骸骨 证明这些少年最终都死在了迷宫中 难道密诺斯迷宫中 真的有牛头人身的痴人恶魔 很遗憾 考古学家们早就对迷宫所在地挖第三尺 但却从未发现过 传说中牛头人身怪物的任何踪迹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欧洲人将克里特文明 是为欧洲文明的起源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很多欧洲媒体和欧洲学者 基本上避而不谈 米诺斯米宫中的遗骸 很可能死于当时克里特文明的人际 据现代精确年代测定 克里特文明存世时间 大约为4800到3500年前 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 宫殿群中已产生了浴室 下水道等建筑物 展现了其在数千年 较为先进的一面 但我们也要看到 它依然是属于青铜时代 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原始和萌昧 因此其残存有人际 甚至食人等原始时期的传统 实属正常 事实上同时期的中国商朝 同样也有人气现象 所以希腊神话中 关于克里特岛上的 牛头怪痴人传说 并非空穴来风 雅典进贡的少年 很可能正是被克里特文明 作为了祭祀的祭品 这些被进贡到克里特的 雅典少男少女无意生还 而克里特人一直以牛为崇拜物 长久之下 雅典人便认为 岛上有吃人的牛头怪 举行祭祀的宫殿群 则被雅典人认为 是囚禁怪物的迷宫 迷宫内考古发掘出土的 大批少年 零散碎骨也证明了这一判断 克里特岛上的人迹 并非当时的个例 事实上 全球早期文明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更晚一些出现的美洲 奥尔梅克文明和玛雅文明 同样经历这个阶段 克里特文明存世约1200年之久 之后由麦西尼文明继承 历史上把欧洲这段时期 统称为爱琴海文明阶段 接下来才进入了我们耳熟能详的 古希腊文明时期 因此克里特文明被普遍视为 欧洲文明的起源 这个文明在3500年前突然消失 其灭亡原因一直沉迷 截至目前 国际考古学界也没有找到真正原因 有火山爆发说 海啸说 战争说等等多种推测 而且这些推测或多或少 都找到了一些证据 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 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米诺斯迷宫的发现 验证了河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中的 一些叙述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这也让苦于历史典籍稀少的 西方历史学家们 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从神话传说中去寻找历史的真相 而且目前看来似乎还有些效果 比如特洛伊古城遗址 也是根据河马史诗中的一些描述 并最终找到 用神话传说研究历史 这事靠不靠谱 无法做出评价 毕竟西方历史学家们 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 他们不像我们有老祖宗留下的 好如烟海的文献史籍可查 似乎也就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由此可见 我中华文明的传承 是多么难得和宝贵呀 国外的月亮并非都是圆的 西方那断断续续 且模糊不清的历史 就是个大大的扁月亮 我中华文明的传承 我中华文明的传承